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这一天 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 部分国会议席和州长都将进行选举结果 直接关乎两党未来在国会的势力分布 还被视为是2020年美国大选的风向标 可谓是美国政坛的关键之战 如果从7月29日算起 距离中期选举正好100天 以此作为一个节点 眺望百日之后的中期选举 就会发现战弹幕还被拉开 但宵夜已经悄然密布 7月29日 美国中期选举百天倒计时之际 特朗普发了一连串推特 攻击民主党 特朗普写道 民主党人想要开放边界 对于犯罪毫不关心 简直是无能 但播报虚假新闻的媒体却几乎都站在他们那一边 如果民主党人不投票之我们的边境安全措施 包括隔离墙 那么我也不介意让政府关门 让政府关门 这并不是特朗普在说气话 9月30日 是美国政府2017到2018年财年到期的日子 如果到那时美国国会不能通过新的联邦政府预算案 政府就将关门停摆 而目前最大的预算争议之一 源于特朗普的边境隔离墙计划 修建隔离墙 花费预计超过200亿美元 目前国会仅同意拨款16亿 资金缺口巨大 在英国金融时报看 来 特朗普不惜以政府关门相威胁 就是希望在中西选举到来之际 打出移民牌 对宽带移民的民主党人施压 统计显示 自1910年以来的27次美国中西选举中 执政党平均流失31个国会众议院席位和4个参议院席位 而在过去90年 执政党只在三次中期选举中没有丢失席位 1934年罗斯福中期选举 1998年克林顿中期选举和2002年小布什中期选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 这三次中期选举都受到了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 1933经济大萧条结束 1998年总统克林顿受到弹劾 还有2001年的911事件 事实上 美国政坛比较常见的情况是 一党掌管白宫 另一党主持国会的一院或两院 白宫和国会由同一个政党执掌的情形属于少数 目前 特朗普就享有这种不常见的优势 国会两院全由共和党主导 让他在通过法案政策时省了不少心 但要想在下半个任期中继续保持这种优势 就必须保证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这场大考中取得好成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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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